10到11個月的寶寶 正常體重介於6.8公斤 到11.2公斤之間 身長大約67到78公分之間 頭尾大約在41.7公分 到47.8公分之間 除了身體的發展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發展是如何吧 小朋友10到11個月 第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是說 開始有一些功能性遊戲 他會把東西放在容器裡面 或是把它從裡面摳出來 把容器裡面什麼東西拿出來 這代表一個概念是什麼 它已經有一個容器的概念了 這個東西裡面可以放東西 它已經開始有一些定型化的操作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變化 當然就是跟物體恆存概念的 發展有關 它開始可以短暫地記得物件的位置 球在哪裡 它會從玩具堆裡面去翻 就代表它記得 球應該在玩具堆裡面 只是現在看不到 但是一定在恆存 物體恆存在裡面某一個地方 這個階段的寶寶 適合玩什麼遊戲來刺激它呢 你躲起來讓它來找你 跟它玩像捉迷藏的遊戲 尋寶的遊戲 就在練什麼短期記憶力 這時候的寶寶還很喜歡站著 好棒 一歲的晚期 整個抗中的肌肉群發展的重點 又回到了寬部 屁股的部分 這時候小朋友的動作能力的變化 包括第一個 他可以開始怎麼樣呢 扶著東西移動了 想要走過來嗎 加油… 成功了 小朋友這時候還沒有辦法 獨立走 但是他有辦法扶著桌子 開始移動 這時候可以短時間地放手 他這時候可以放手一下 好厲害 它的寬部功能開始發展 但是一開始穩定性 還不是那麼好 既然可以扶著東西走了 那是不是可以坐學步車了呢 不建議學步車 過去很多家長在這個年紀 會給他學步車 因為他扶著走 現在學步車變成好像 他扶著學步車移動 不建議使用學步車 為什麼呢 因為學步車給小朋友的動作 經驗反饋是錯誤的 就是真正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傾斜到某個角度 你就會摔下去 但是在學步車上 你傾斜到某個角度 你不會摔下去 它會幫你撐住 所以它給你的動作經驗是錯誤的 在錯誤的經驗反饋之下 你建立的動作行為 事實上呢 跟實際的走路是兩碼子式 也就是說你在學步車上 你會走路 離開了學步車之後 你會走路嗎 不 那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說 使用學步車 反而會阻礙小朋友發展 真正的自然走路 所以小朋友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當然不會鼓勵他使用學步車 但是我們會鼓勵他走 這個時候家裡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到處都要有邊條 那種東西就主要適合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因為它要大量的移動 我們開始要鼓勵小朋友 扶著東西移動 有人認為學步車 還有安全的考量 甚至有人覺得學步車 會造成寶寶O心腿 和顛腳尖的壞習慣 不過對照顧寶寶的 爸爸媽媽和阿公阿嬤來說 有學步車真的方便很多 所以就要自己斟酌使用頻率 和時間囉 姐姐 快點出來 我帶你去玩好玩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促進寶寶發展的運動囉 希望每個寶寶都能平安長大 發展一級棒